中文字幕——YK 杭州姑娘吴小璇说自己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 本来她被射击队内认为洛杉矶奥运会女子气步枪金牌人选 但是最终只获得铜牌 失利两天后她又参加了女子步枪的决赛 她当时的队友现在的丈夫唐克林说 她有强烈的预感吴小璇肯定夺冠 最后一发子弹打完 吴小璇比第二名多出三环 使她成为中国第一个夺得夏季奥运会金牌的女运动员 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二十三季奥运会上 设计运动员吴小璇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奥运会冠军的运动员 1991年吴小璇去美国留学 来到了这个曾经让她激动过的城市洛杉矶 四年后丈夫唐克林带着九岁的儿子也来到美国 从此定居下来 洛杉矶阿罕布拉时环境幽静 治安也不错 我小璇一家现在就生活在这里 平静而安安 我比较喜欢安静 那事实上我以前从事那个射击运动也是 就是说训练的时候 都是就是说要比较安静 所以慢慢慢慢养成了那个习惯 就是说宁静的下来 那么到美国来我是也是图了一个安静 多年的运动生涯 吴小璇落下了一身的伤痛 而加州干燥眼肉的气候 给她减轻了不少痛苦 这也是她定居洛杉矶的另一个原因 一支枪它是重十几斤重 那么每天这样握着这支枪 有站着的有趴着的 就是握着那时候有三种知识 握着的站着的跪着的 有这三种知识 常年的那样每天训练 就是得了那个腰肌劳损 所以就是说平时就做也不能做久 站也不能站久 那甚至睡觉的时候 晚上睡觉 睡到半月的时候 那个腰脖都会疼 所以要起来走一走这样 我现在 丈夫唐克令是吴小璇的队友 两人先后入选浙江省设计队 唐克令曾经获得过全国冠军 在吴小璇参加奥运会的时候 他正在杭州训练 回忆起当年的情景 记忆犹新 80年在洛杉矶的奥运会的时候 那他第一个项目拿了个铜牌 那当时你有几个媒体 你到那个八场 我在训练 我在杭州市来参访 恭喜啊什么 那我当时你心里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好像又是蛮高兴的 也不容易想象奥运会拿个铜牌 50米气度枪是吴小璇的强项 在这个项目上 他打破过全国纪录和亚洲纪录 有很大的得慣把握 但是在比赛当天急于求成 没有调整好比赛的节奏 最后获得了铜牌 当时我也不知道 好像这有点灵感什么 我说虽然他主向才拿了个铜牌 我说下一个项目 他肯定拿冠军 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露出这样一句 这个还是后来简报的 他丈夫居然说下一个项目 他肯定拿冠军 老天不负有些人 果然拿了冠军 紧接着吴小璇又参加了小口径标准步枪比赛 凭借着女运动员的细腻和果断 吴小璇以581环的总成绩获得冠军 成为奥运史上中国第一个取得冠军的女运动员 中华女儿增上了最高领奖台 儿子田田也喜欢说机 但只是一种网络枪战游戏CS 今年17岁的田田篮球打得不错 一家人坐在一起 谈论最多的也就是她了 因为儿子是他们的希望 几年纪的时候是校队的队长 篮球队 然后后面的小姑娘跟人一起啦啦队 结尾结尾把她打Kobe 叫她Kobe Kobe Ryan 所以她学的动作也要像Kobe 打球的奖杯多了 对 照一照你的奖杯 妈妈奖杯不重要 你的奖杯不重要 就是我们两个就是说 威士也是做出了很多 确实 回想起来 那么到现在啊 人出来了 心里还在哪里说实话 你像我们其他的 可能球类啊或者什么 不是很关心 但是关于设计方面啊 他跟他教练啊 我跟他几个朋友啊 我们设计节也经常在联系 打个电话啊 问问情况啊 那他们也是 他现在跟他的那个教练 李苏芳教练 李苏芳教练 新年纪很大 我们有节目了 一直打个电话 最近还在说呢 看看两个人的BK信 最好能凑在一起 回家去一趟 去看看老教练 那我说也是应该的 洛杉矶的阿尔巴拉市 是个以商业 饮食为主的城区 在这里生活非常的方便 每个礼拜 吴小璇一家 都要去超市购物 或者去销外游玩 我们平时周末 就是一家子 就是出去远一点的路 去玩去啊 这样可以放松一下 因为礼拜一到礼拜五 都是上班 都喜欢听老歌 但是我儿子的 他就喜欢听那些 这里的那个摇滚啊 这个我们都不愿意听 这也是我脸 就你的 包的 然后算账 周末都持续吃 然后 礼拜一到礼拜五 通常回来那么过一点 有时那欧的那个 他们小孩都喜欢吃的披茶 好了 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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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这个 来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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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了 开始了 你这个手腕不动 手腕不动 手腕不动 看那个 都不思议了 那个没办法 四年 再给你四年 四年 一不断 这个痛苦 这个痛苦 怎么啦 爸爸欺负我 爸爸欺负你 爸爸欺负你 我开始 好了 差不多了 我们 边烧 边洗 她在家烧菜 我逆洗 我在洗碗 对 现在我妹妹来了好多了 她会洗了 我解放了 刚好大学毕业 刚好大学毕业 嗯 大学是 北京奥运会 几月 应该是八月九月 嗯 八月 哇 那个时候听不吹 那所以你要好好学中文才可以啊 我回去一趟 去看看 很加热的发展 看看教练啊 看看老教练 看看老朋友 爸爸妈妈五岁 带你去看看好不好 五十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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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看得不错 上小学的时候 她还是校队的队长 在家里的地下室里 吴小泉摆了一张乒乓球桌 平时没事儿 一家三口就打打比赛 我到省队的时候 那因为我很多同学 他们不知道我在搞设计 所以他们 因为我在校队打球是第一名嘛 所以他们有的同学会说 哦你到省队去 是不是打乒乓球啊 所以以前报道上 也有登过的好像 都知道我打乒乓球好 因为原来在学校的话 文艺啊 打乒乓球啊 都是就是说 都还 需要有勇气 吴小泉现在在一家 香港公司上班 这家公司专门生产帽子 而吴小泉的工作 使得这些帽子上的图案 进行电脑打板 比方说他们拿这样一个图给我 然后他们告诉我要跟图一模一样 比方说 然后我们就经过那个电脑那个打板 就整天就做这个事情 辛苦不辛苦 就是说 其实这个就需要细心认真 有时候就是说 一点点都要就是说 所以我说眼睛很容易 不到家公司就变一变了 整天就是天的电脑 然后就让他们看出 然后就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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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笑 你笑 谢谢 嗨 嗨 嗨 這些是兩張標誌,我已經電郵了你 這應該是四公尺,只有一種顏色 但我們需要橫線的標誌 看起來像這樣? 對,像這樣 但這裡是質素的,我們需要保留7,000針 所以沒有白色? 沒有,只有一種顏色 可以嗎? 不好意思啊,我一直推來 為什麼呢?我不想伸張 因為這邊除了我們老闆知道 有的他們都不知道 現在再拿這兩個過去 平時是這樣子,他們進來跟我講 然後我做好了,我就跟他們送過去了 所以他們來問好了沒有好了沒有 所以早晨差不多都很忙 下午就做別的事情,還有別的事情 魏小泉在這家公司上班已經有五年了 但同事們還都不知道他的過去 當他們知道身邊這位性格內向,默默無聞的同事 竟然是奧運會冠軍時,非常的驚訝 都跑來詢問看看是不是真的 再見 Vi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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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just told him who you are right now and they're kind of in shock So they want to come to congratulate you Am I so great? You've been working for such a long time No it is But let me congratulate you It's a long time ago So thank you Really? Oh my god No I'm the only practitioner Oh like eighteen years ago I don't want to stay So how long have you worked together you guys? We've been working what? Five Five years Yeah Five years Yeah But I'm just happy For you that's why one drawer said that What cool with you Sharking She's so quiet and she just does her work She just It doesn't seem like she could do something But of course it just Tick a gun and you just shoot So you were scared? No Actually I want to do this Okay I want to go to the shooting range Okay Okay Oh Is that cool? That's cool That's cra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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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の group That was willkommen Number Number Perfect Number 射枪的 我说根本没可能 你看他这么弱 哪里也拿到一起一把枪 没可能我不相信 所以后来我跟他先生聊天 他说 他跟说你太太是射枪的冠军 是不是真的 然后他笑笑他说 是啊是真的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而且我觉得 他这人非常的特别 不管怎么样 他都是很低调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那应该算起来差不多是 有18年的了 我觉得这个是过去 过去我在就是 在设计方面取得了成就 但我觉得人的一生 不能把这些光荣的事情 老是挂在嘴边 所以我就觉得 到了美国来以后 我就觉得应该脚踏实地的 一步一步走 我应该学会 不仅是设计 还应该学会做别的工作 所以我在这公司做了很久了 有五年了 公司的老板对我非常好 所以我在这里做也很高兴 我一份工作 踏踏实实地 尽心尽力地 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已经满足了 这是一个比较的 乌小玄向富永 有一处公园 越南商休日 乌小玄和爱人 都会带儿子来玩篮球 行 行了 上篮 走了 谢谢 前面 好 我跟媽媽打你一個人 打球 打球也打 打球也打 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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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你一下没关系,打个痛的来,痛,痛苦,痛什么?危险,暴力。 和许多人一样,吴小泉一家过着平淡而真实的生活。 就在前两天,吴小泉在电话中知道他的教练,前国家队教练李素芳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非常着急。 离开北京十年了,回去看看老教练,一直是他的一个心愿。 文学电脑。 三个月后,吴小泉和爱人来到北京,在机场看到他脖子上带着护具,一问才知道,是不小心扭伤了脖子。 第二天一大早,吴小泉就赶着去看老教练,脖子上的护具也去掉了。 您好,您好,您好。 大门回家设计队的训练场,吸尖设计场的时候,以前的老战友已经在那里等会好久。 看一看,走进去啊。 哎,好了。 十几年没了。 这几年多等几天? 多等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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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天,这两天等着我着急了。 哈哈,不过您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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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那个时间跟,呃,您那个时间还是很差的。 好。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在这里。 好好,您好。 来,快点,您好。 谢谢。 您好,您好。 您好,您好。 您好,您好,您好。 您好,您好,您好。 好,我好小人。 好不容易哦。 我來幫忙 幫忙 謝忻, 謝忻妹妹看著你了 好想你, 真的 好了, 好了 那裡邊, 坐 來, 來了 來, 到了, 來了, 到了,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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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旅蘇芳教練今年72歲,以前是國家設計隊隊的隊員 後來擔任國家隊教練 她也是我国著名设计运营人 徐海峰的岳母 在培养吴小璇的四年中 吴小璇就像是她的另一个女儿 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在二十三级奥运会的设计赛场上 当吴小璇取得冠军 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块女子奥运会的锦牌的时候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这次专门来看您的 一直想着要来看您 总是抽不到时间跟小璇一起来 所以这次我家里面打了电话 小璇专门出美国回来看您的 太感谢了 应该了十几年没见面了 我们九年九十年回来过 九年没有一起回来过 现在人家以为我们俩已经离婚了 从来没一起回来过 我是经常回来的 我是经常回来的 吃吃吃啊 教练接了我的电话 几天几天都睡不着 他就是急切地等待我 我去看他 所以当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真的是 心里面真的那种复杂的心 我真的难以形容 看他身体不太好 我真的是觉得很心疼 这样子 田田这是小璇专门的孩子 你看给你大儿媳妇 这是我们的房子 我看的时候我眼睛老发了 外面 这是在里面 里面把那个弟弟提起来了 以后我还挂着那个八十年的钟 我特地从房子拿过去 那天知道我要 就是昨天嘛 知道我要回来了 他一大早就起来了 他就担心着就说 那小璇住哪里呀 你给他吃一点什么 就是 他就想了很多 他一样一样都在操心 后来我家人的先生 他就说 哎呀你就别操心了 我们都会安排的 徐海峰他们也会安排嘛 所以他就 一直 一大早起来 就把他们都叫醒了 早点起来 今天小璇要来了 他非常的高兴 我能去看他 这样子 自从1988年 李苏峰教练退役之后 就开始在家里编写设计教材 因为过于劳累 加上长年的运动生涯 带来的生病 李教练得了趴近增症 这两年身体状况 越来越不好 吴小璇的到来 让他倍感欣慰 看完老教练 吴小璇回到了家乡 杭州 一家人又团聚了 吴小璇的父母 以前都是教师 教了一辈子的书 老师 你年车都没及到 怎么有啊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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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天都没及了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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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去把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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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差不多11年半左右到了 我就去把自己的生活 我一直去做 我一直去做才 我一直去做才 再过几个月 老两口也要去美国了 吴小全的父亲加紧练习英文 他说现在年纪大了 记性不好 单词怎么都记不住 可是回忆起当年女儿连去六三七 参加比赛前的一件事 她却记忆犹新 这可能是老人 这一生都不会忘却的事 马上要走了 所以我没办法想 想什么东西呢 要鼓励他 鼓励怎么鼓励呢 从文字上写一些并不好 我在设计里想信封了 上次因为我们过家里 不齐的油票 那个时候真存这个油票 我买了一套 买了其中还用过去的 这样一个油票 我就把过去的油票 就吃在这个信封上 写的封信 免力它 就是放松些 这个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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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天的假期很短 看看父亲 看看老笑脸 了去了一桩心事 吴小泉又回到了美国 过着她平静而安逸的生活 时光仍然二十年过去了 辉煌的一刻 在吴小泉的记忆里 也渐渐淡去 在她身上 我们感受到的 只是一份平和 一份宁静 作为一个女的来讲 我是很满足了 那么每个人都有一个时期 一个时期呢 我是最终事业 我搞这个设计 现在退下来了 那我觉得 我尽我的努力 做好一个家庭妇女 让小孩子有 就是说 让小孩子能好好读书 让我的先生呢 能好好的工作 那这样子 我们一家三口 我们生活的 应该是满快乐 满和睦的 小孩子呢 也比较听话 我们夫妻两个呢 应该说 感情一直很好 所以我 应该说先满意子了吧 NC 我 不 好 我 空 我 我 你 我